下面看到这个也是落差了 跟大家想象的好像不大一样 我们说天后阿妹 事业爱情现在两得意吧 你看事业做的多大 这个演唱会开的多夯啊 现在四大天后的演唱会 票都已经卖到网路上出现假票了 爱情呢 他跟这个调酒师男友 Sam交往四年 看起来不是也甜甜蜜蜜的吗 今天却被爆料说 私底下的调酒师Sam 对阿妹呢 可是非常的火爆 喝完酒之后呢 甚至会对阿妹开口骂的 天后阿妹歌喉动人 唱这新歌来 更是深情缓缓 朋友感出 与身底下是男友Sam 也稳定交往三年 没想到现在却被爆料 Sam就后对阿妹爆出口 有酒客向周开爆料 他到Sam经营的夜店 目击Sam喝醉后 竟然突然对阿妹标骂张会妹 你是什么东西啊 阿妹不但不生气 反而帮男友打圆场 没想到阿妹走出门后 坐计程车 Sam竟然追得出来 继续大后 张会妹 我真是受够你了 阿妹其实很丑男友 豪气砸下1500月份开夜店 还入住阿妹豪宅 并且买超跑给男友代步 对他百依百顺 即使被Sam大骂 也对外夸奖 Sam有才华 也有体贴 阿妹经验表示 他没有听过这件事 而且艳丝生活 也无权过问 天后事业顺利 但是感情路跌跌撞撞 似乎没有那么顺遂 谢谢许中与唐一辰 台北签摸到